隨著野間變化 當時有幾回家市場傳領 每一天都向市民報告相關公園作為 24個選擇餐廳收集的金字店來養餐 轉賣多11個 最後市場強調 在每個努力過程 用不了要做一些犧牲 所以包括雅吉亞對25號開始也減停營業 昨天我們有請衛生局還有金發局的一些同仁們 去各地方去實際的訪查 發現這個在夜市的部分 大家遵守防疫相關規定的情形不是很特別好 所以我們必須要停止夜市來比例防疫 所以從今天晚上開始 這個夜市這個營業就必須請暫停 直到這個5月28日或者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所宣布的這個三級警戒 這個防疫警戒停止的那一天 這個因為我們以相當程度的做了最大的容忍 共調足助健康管理這幾天 千萬不趟趴趴趴趴趴 北部的朋友南下跟他們不戴口罩喝茶 然後造成感染 所以我要鄭重呼籲 因為這段時間 停課的關係有一些北孫難送 有一些北生難返 包括大專院下也有一個學校停課希望學生回到南部的 還有一些北客難來 這些我們都尊重也都歡迎 但是從過去這幾個例子來看 都是家人傳給家人 我們當然希望我們其實沒有人希望傳播給家人 但是畢竟是傳播的 所以我們的市民朋友們面對南返的家人 我們除了歡迎之外 也請保持距離以側安全 請戴上口罩 那也請南返的這些好朋友 這些北客 北生 北孫 都能夠自主健康管理一段時間 至少三天 不要回來一回來就趴趴走 跟家人也不要做近距離接觸 雖然是家人 不要成為家人健康的加害人 即使是不是故意的 但是的確事實證明 都是被家人傳播的 其中央三級的方案 五月立北就馬上告 其中央是尊重中央告示的過程 即使勾勁破斷 也將避免在五月立北馬上停止 任意該安等的安等 希望大家為風雨激烈 但是沒有人觀止 張索維 蔡宏伯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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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